盘点黑色朋友带来的六种黑色食物 你敢不敢吃 早上起来上厕所还以为闹鬼了 这是谁呀 没有手也没有脚 还给我带了一箱黑色食物 他说新年想要剑步如飞 必须吃点五彩斑斓的黑 难道吃完会长腿吗 但是他说全部猜对有新年惊喜掉落 快跟我一起来挑战一下 第一种 这一看就是送分题 看这造型和外观 还有这熟悉的味道 难道它就是传说中的辣条 正确 这个是麻辣味的臭甘子辣条 原来黑色朋友喜欢吃臭的 让我来试一下 麻辣咸香可太过瘾了 一点不臭 是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第二种 我没看错吧 怎么连煤球也端上来了 黑色朋友口味这么独特吗 这会不会是蛋糕伪装的 可是没有一点香味 敲起来也是硬邦邦的 有小伙伴猜出来了吗 这不是煤炭是什么呀 这个煤球其实是黑米糕 它是用黑米做成的 它的正确吃法是在蒸锅里蒸15分钟桑拿 15分钟后变得更黑了 但是也变软了 这一坨真的很像黑色朋友那啥 好感懦唧唧的 确实是黑米的味道 微甜 个人觉得一般般 吃完适合跟黑色朋友去搬砖 第三种 这看起来应该是我吃过的 有点像酸枣糕 又有点像山楂糕 到底是哪种呢 闻起来酸溜溜的 但不是山楂的味 我猜它是酸枣糕 它其实是利洋羹 不过跟羊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由五谷和宜唐做成的耕点 我还是第一次吃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吃起来是红豆沙的味道 感觉还行 比较甜 吃了新年肯定能赚大钱 第四种 长得有点黑化肥发灰 声音很酥脆 还怕风来吹 这要不是薯片 那我就是乌龟 正确 它就是黑色朋友最爱吃的黑香墨鱼薯片 你们猜对了吗 虽然长得灰黑灰黑的 但是口感太赞了 超级酥脆 满满的板烧线虾味 怪不得黑色朋友为它沉醉 第五种 如果不仔细看 我还以为是一块橡皮擦 像这种黑色的食物 有可能是黑芝麻做的 黑豆也有可能 你们觉得是哪种 不过味道已经出卖了它 是黑芝麻糕 正确 这个叫灰墨酥 是黑芝麻做成的一种糕点 形似墨快 所以取名墨酥 小伙伴们猜对了吗 非常浓郁的黑芝麻味 吃到嘴里一咬就碎 很香 但我不是很爱 黑色朋友说多吃点长得快 我信你干拐 第六种 我的脚趾头告诉我 这是一瓶神秘的黑水 废话 有没有可能它是可乐 但是它好像气泡不多 苦苦的中药肯定不是 但是看这水的颜色 我猜它是隔壁老王的凉茶 喝完美酒也不会打滑 它的名字就叫黑水 是一种桑胜葡萄果味饮料 听起来好像很美味 喝一口让人心碎 非常淡的桑胜味 越喝越像香精和水的勾兑 这一大瓶对口吹 下次遇见黑色朋友 我肯定见不如飞 盘点红色朋友带来的七种红色食物 那还等什么呢 第一种 都说新年开门红 为啥一打开就出现了红色的舌头 拿起来软啪啪 不会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吧 闻起来是甜甜的草莓味 我猜你们肯定能猜对 它就是软糖对不对 答对了 舌头造型的软糖 让我替你们尝一尝 可以拉得很长 甜甜酸酸草莓味 二狗子见了我都得跪 第二种 新年祝开心 这难道是送我的红色皮筋 一根一根这么长 会不会又是QQ软糖 可能 这到底是啥呀 黏黏了吗 可是这也黏不住啊 该不会是木薯粉做的粉条吧 人家就叫携带果汁软糖 看来是我想多了 可是这玩意闻起来也没啥果汁味 吃起来酸溜溜的 有淡淡的苹果发酵味 劝完这根晚上会不会醉 第三种 这难道又是一次送分题 一颗一颗迷你的样 跟以前吃的酸妞真的很像 受干Q弹软糯 猜它是软糖肯定没错 人家叫做麻薯粉圆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放在奶茶或蛋糕里增加风味 淡淡草莓味 非甜又嚼劲 长得很可爱 但真的不是我的菜 没错没错 第四种 想要跟上新年快乐的节奏 必须来上几颗钮扣 闻着一股黄油味 想要骗我对不对 身上还有碎渣渣 我猜饼干就是它 答对了 它就是红丝绒钮扣饼干 打开里面超级碎 就是不知道美不美味 口感很酥脆 还有很特别的樱花味 今年收礼不收脑白金 来盘钮扣更开心 第五种 新年想要做条龙 必须来更新口红 外壳看着挺漂亮 打开里面就 露下 凭我多年的开箱经验 就是口红糖不说第二遍 答对了 这是口红造型糖 你想不想要尝一尝 说实话味道真的很一般 留给二狗子送给隔壁村的小方 第六种 这又是什么呀 看着像朵花 又有点像被烤干的青蛙 有小伙伴见过吗 闻着有点酸 难不成又是软糖 这个东西叫玫瑰茄 也叫洛神花 我吃过玫瑰花 也吃过茄子 就是没吃过他俩相爱生下的孩子 尝一个 非常的酸 也非常的甜 吃完能不能美颜 口感真的很陌生 就像在搅老树根 第七种 新年奇欢喜 送你一条红色的锦鲤 锦鲤是可以吃的吗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摸着有点痰 山楂胃让人很馋 我猜你是山楂做的锦鲤王 答对了 他就是山楂高做的锦鲤鱼 先吃鱼尾 新的一年顺风又顺水 再吃鱼头 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有什么难的缺钱 把我都不回去欣赏 有什么危险 在我面前也不回去慌乱 我是兔兔其淘气 人对世界很好奇 我有问题 数不清 不去孤寂 猫不停